今天有一位偶像歌手来的非人学员 他凭着诡异的曲风和独特的嗓音走红 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 他就是 大家好我是歌星龙马 你是点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生活 我就爱你 You are my super star 我去他的歌手这样直击我的心脏 和我唱的一样好 让我产生了一种想和他怒歌的冲动 管是偶像歌手厉害厉害 龙马是一名极度自恋的英雄 不管走到哪 镜子随身带造型随时凹 但是你敢相信他竟然是一名收割英雄 妈大你确定他不会一直在草丛里照镜子吗 龙马的被动技能叫自我膨胀 当龙马每四次平A后会使出膨胀攻击 而被攻击的敌人会被击飞到天上 然后自身还会呈现4%的真实伤害 屋里的巨麦克服还能打人的吗 求同款 龙马的一技能叫魔鬼步伐 龙马会使用优美的步伐滑向前方 如果前方有人挡到 就会对这个人造成物理伤害 龙马的二技能叫魔力屏障 当龙马唱出他的灵魂歌声的时候 四周会出现音障 音障存在期间 可以抵消敌人对龙马的下一次攻击伤害和负面效果 当然了如果附近没有敌人攻击你 而你又唱了歌 在一点秒之内音障也会爆炸 而且当龙马每A中一个敌人 还会减少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 我要唱个痛快 做了都要爱 不立即直播痛快 龙马的大招是show time 这是挑逼的龙马在巅峰时刻自创的一个技能 龙马向前方铺设一条星光大道 并会在上面快速滑行 如果在滑行的时候受到攻击就会停下来 在滑行的过程中可以随时跳下舞台 跳下舞台后会立即进入膨胀状态 并且当敌人走过你的舞台的时候 会造成70%的减速 来哟 追到我就给你 这个技能觉醒之后不仅自己能滑行 还能带队友一起滑行 来吧 一起装逼 一起飞呀 啊 终于开学了 上学第一天好紧张 虽然我是个偶像 但是我从来没有上过学 听朋友说上学第一天一定要和同学搞好关系 哼 交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 卖橘子啊 啊 你们这些烦人当然不会懂的 看好了 同学你好啊 你看我带了什么过来 橘子啊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诶 干嘛 干嘛打人啊 诶 爸爸我错了 别杀我 要不你给我买橘子吧 小小二郎 背着个书包长学堂 哼 学校里的空气好清新啊 诶 前面是什么 社团招星 主团条件日 长得帅称 歌好必须可以跳舞 我来个去 这条件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 诶 是谁 是谁偷袭我 干嘛 干嘛 看我找到谁要欺负我呀 哼 我不忍了 吃我一记螺旋麦克风 诶 等一下有短信 我有短信 啊 可恶的诈骗短信 最近身体有点被掏空 先打个懒大补 补一补 诶 我好像听见远方有人在呼唤我 等一下 我这就过来啊 原来是这个妖女在搞事情 你以为你躲进塔里就安全了吗 没用的 败掉在我的麦克风之下了 拍死你 拍死你 诶 不得进啊 火力有点火 还好我有逃生技能 看我的魔鬼步伐 我决计得分房了 啊 我真的不能遇他杀人啊 我龙马终于交到朋友了 交到朋友后要干什么呢 当然是要一起出去嗨啦 诶 诶 check out now 我说龙马 你说帅 龙马 闭嘴 你又是你这个妖女 这事我不会放过你了 又躲在塔里不出来是吧 你以为我还会上当吗 哼 看我残血了引诱你一步 我去兄弟家那里干嘛 你为我的天 算了 我不能卖队友 兄弟撑着 啊 还是晚了一步 兄弟我对不起你 不行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伤 以后还有的是时间报仇 现在要保住自己的马命 哦 要死了 那你还跳过去 啊 控制不住啊 啊 真的要死了 啊 不行啊 只有最后一招可以用了 密技 你看不到我 哈哈 想不到小时候用的绝招 现在还能用啊 果然我这么优秀的偶像歌手 上天是不会让我亲密的狗蛋的 哈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